現場超過五萬名 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柯智恩 九月三十號首度舉辦大造勢 要喚起支持者的熱情 但是從平面媒體最新的民調 高雄市長支持度 陳其邁百分之五十二點零一 柯智恩百分之二十點三 兩個人相差超過三成 這個民調執行的期間 是九月二十八號到九月三十號 那大家都非常清楚 在九月三十號 就是我們柯智恩大家族的一個 世事大會 支持者沒有辦法在家裡 接聽民調電話 為自己失敗 找理由 找藉口 他們當天造勢支持者群眾 有超過十萬人嗎 還是二十萬人呢 以整體的高雄市的家用電話來比較 其實真的是微乎其微 而對於溫溫領先的陳其邁來說 民調只是參考 我上任之後兩年拼四年 就是希望說能夠讓過去 這個落後的進度 再把他追回來 選舉還沒有到最後 我覺得是要贏在最後 平民媒體民調還特別針對 表態不偏向任何政黨選民做調查 陳其邁的支持度 有百分之三十七點七八 柯智恩有百分之十七點五九 尚未決定的有百分之三十九點六三 陳其邁也是大幅領先柯智恩 在勝選看好度上 雙方的順比更是懸殊 認為陳其邁會勝選的高達百分之六十八 普遍認為說 陳其邁市長的政績非常的好 他做很多事情為市民打拚 距離投票日只剩下五十幾天 雙方的差距會繼續拉大 或者是縮小 候選人的表現 選民隨時都在大分數 三十七點天 據打何正鳳 高雄報導